我觉得还是要看每个选手个人的一些风格 比方这个大树真的有两把杀的 这不得不服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局的搬Pick 男子放到OMG 直接搬掉了卡尔玛 然后和牛头 大树你看 值得被搬成英雄 大树搬 拿张的话还是有骂赏 骂赏的话两枚的中单 应该都是 肯定是有使用过的 哎 继续搬了 VG今天的准备真的是 三手针对搬 三手针对搬 这都是OMG三个点的代表英雄 还不太开心 我觉得选骂赏问题不大 什么地方 现在打比赛还有骂赏可以玩的 我不信 PC有什么不信呢 选 我骂赏6点15要被学 他这个被动 之前是一秒钟之内可以吸收 现在只减减25秒 我还记得那个被动 这个版本的话最后好像是6秒一几次 他下个版本的话就会 砍满多时间了 他真的确实太开了 关于他之前 你看他现在这个盾嘛 他已经想破盾了 确实砍满太难了 哎 就马尔扎哈的特点是在于后期 你杀不死他 他不停的用这个一技能Q能叫上 只要我团战能站住中枢位置 对 你破不了我的阵型 他就是团战的枢纽 反正这个英雄 确实团战暴团起来太猛了 非常的强势 对6.14还是一发 那飞机放掉了马尔扎哈 看他们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现在人马还在 在前两场比赛 上一个BO3里面 我们看到人马基本上都是先抢的 这场马尔扎被拿 哦 飞机又是大嘴啊 飞机个下落的意思啊 布隆家大嘴 保证一下中枢性的能力 是什么意思啊 欺负西洋不用蓝薄了 是吧 西洋 你妈会选什么 蜘蛛 西洋还有一首身 哎那我又可以拿身家人吗 但怎么说呢 我觉得对于绝绝来说 嗯 绝绝在我印象里面 他强的点是什么 盲松啊 蜘蛛进攻性 进攻性 哎 出去要干 刷好像不是绝绝的风格 对 哦 波比 哎 九筒你看 绝绝打打野 基本上就是 我要去现场弄你的 主要可能还是觉得 对方的那个大嘴 需要一些人去针对 对 因为蚂蚱的话 很难够到大嘴 那九筒跟波比 可能就要好很多了 哎 如果九筒能够把蚂蚱 把这个大嘴炸过来 直接蚂蚱直接打的话 真的是 大嘴是最烦九筒跟波比的 是的 这两个英雄进场 大嘴很难找出处环境 好 这个完全为了针对对方的大嘴 那这个盲松原来是什么情况 就你之前见过大嘴打野啊 对 比赛是没见过 现在我见了一个RUNK里面 大嘴打野 有点生猛 没进 这一手应该会拿上野吧 上野打波比 打波比怎么好打 巨魔可以 巨魔真的可以啊 可是你巨魔在团战里面 还能够稍微限制一下 马尔加哈的走位 哎 不能让马尔加哈输出了那么舒服 对不对 巨魔 巨魔描索 打野拿个雷帅 雷帅 雷帅也行 三千牌搞定 看这个 这个阵容很危际 很稳定啊 我觉得就是这种啊 容脱力很高 最后补一个像维克托这样的中单 对不对 你来吧 那现在老子没有劲玩了 轮子妈 艾希 二选一 艾希吧 下路打布隆 好 艾希 艾希稍微有点帆布 拿塔姆的话可能是艾希啊 我觉得艾希 老鼠 老鼠 这玩意儿也帆布隆啊 老鼠又跟大姐对射了 对 但是如果真打到后期 老鼠还是能够射赢大嘴的 我觉得 老鼠后期不虚 不虚 开大几枪你走还没走上来就死了 大招就是三下 打一天三下 对 哎呦 这你德拉斯感觉越来越火了啊 是的 你连后的德拉斯来了 哪飞机 哪边 我的天 我看到飞机这个阵容 就仿佛已经看到了 右上角的一个时间 到达了60 不是这个阵容感觉好复古啊 但是异常的扎神 阵容 你看到这边就觉得 我的天 就是这种 可以先吃一顿饭回来看 一般来说前30分钟是结束不了的 是的 咱俩两边的这种后期都太猛了 这前期根本打不起来 好 这是这种 还好我们刚才都 该解决的都解决了 好吧 刚才我们两个人也是 一个是 方便了一下 一个是吃饱了 我们接下来可以坐在这里 三个小时不动 对 你们可以 我们干了 我们耐力还可以感觉 那这边我们看到 双方成员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两边 拿了个SARS 对SARS的阵容 但是唯一的变数 我觉得是结局的酒桶 初期能不能够把这种 带飞起来 动玩技相较于威技 稍微主动那么一点点 是的 因为他们锅笔 骂炸跟那个酒桶 都是先手能力的 好 两个团战性教练也是握了握手 马上就到双方的第一场教练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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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 互相再料雅 互相的 了解 魂这 可以 捣乱的可以 老关键的粉丝现在还是很关注这场比赛的 他们两边的天赋 带的也很扎实 没有一个雷霆 这两支队伍真的是 这个是S6决赛的预演 都是大赛阵容 大赛阵容 大赛天赋 大赛天赋都有了 大赛天赋就是四个防御基石 四个防御啊 你看现在是一边三个 另外一边也是三个吧 一场比赛四个不灭 两个时光 两个明火 两个热身 六个防御系的基石天赋 对 不多说了 前面那个BO3一般是六个雷霆 对 前面是六个雷霆 这一把是六个不灭 最近打转的时候你就知道 就是有很多那种比赛啊 你打着打着你会发现 真的是打到大后期 就两边很难打起来 然后大龙Muff小龙Muff无所谓 挺有意思的 对 这领想OMG还是高一点 啊 支持率OMG 74% 今天还是有不少的粉丝来支持 现在这支OMG的 哎 像OMG啊 呃 这些 哎呦 这两个人直接抓啊 这边如法炮制 但是哎呀 来得慢一点 来不及啊 这个肯定来不及 感谢了一个不好说了 西洋 哎 哎 过分了 这个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一般是只有一个辅助过来 但是小段跟安德斯是两个人过来 有点傻眼 西洋 啊 他不是 他如果看到一个布隆过来 还有点不慌不忙 想挡一下布隆的Q 不然大嘴也来了 大嘴这个射速你懂的 这很尴尬 说实话这一波真的是 莫名其妙大嘴两分钟拿了个一血 哈哈哈哈 让他那个表情太应景了 哈哈哈哈 啥 哎 好糟小五 你别打 可以 哎 这个好糟啊 但是说实话这个都不是重点了 这边上单一血都交了 大嘴你想一开始一个一血相当于10个进程兵啊 你开玩笑 随便下路赶紧追吧 20个进程兵 嗯 哎 这个阵容我真的是看不到太多的前期节奏点 望眼望去 脑子里满都是 蚂蚱拼泽拉斯 大嘴打老鼠 双方就是刷嘛对不对 对 就是刷 很正常啊 现在这种比赛打的还比较多 但是要看什么 那天我们我们不是说过这个问题 嗯 其实你打这种慢级乐子还是ok的 但是 不能就是那种 比如说百分之六七十的机会 都不去做输赢的话 我觉得就有点 夸张了 其实他这个阵容 感觉我那个时候后期也挺厉害的 哎 后期不虚对面啊 我觉得两边的后期其实都挺厉害的 其实感觉我这个阵容 他们的容错率更高一点 我觉得 蚂蚂蚂蚂蚂 蚂蚂蚂蚂蚂 蚂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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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前进去控火龙还可以啊 可以 哎呦 打的好慢 这个龙白拿了呀 没怼到 不敢怼吧 这怼上去 你怼 然后龙回头碰你以后给啥酒 还行还行 现操作 下角火龙 哎呦这个前一场龙队 什么关键啊 这场比赛 我觉得是给大家加节奏的一个小龙抓鸡 反正决绝这个选手 这赛机进步蛮大的 反正比他刚到这个OMG的时候表现好很多 所以这种选手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呢 就是他那种稳住了 就他没有因为一开始的表现不好 因为一开始表现不好 很多的人都是因为经验不足嘛 对 就是俱乐部也给了他时间 他自己也坚持了下来 这点是比较难门可贵的 这边看Icon能够稳住 Icon不太喜欢玩这种中单 说是的 Icon觉得你给我这种中单什么意思 看不起我的刺客能力 但这一场的话 没办法 因为VG今天的半人 就决定了这样一个节奏 是的 勒芙兰 进 大树 三个针对半 OMG的上中下 傻了 这是OMG之前 无数场比赛赢下来 最关键的三个点 对 这真的是有的时候进大火机carry 有的时候勒芙兰中期无敌秀 有的时候是西洋站在前排 你打不动 我确实是比较怕这种针对半 每个人的特点很明显 对 我们这边 开始换线 下路的话拿完塔拿完龙 开开心心来到上路继续推 有一个水龙buff加持 前期的赖线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是的 现在开始推 其实现在这种换线局 再加上这两支队伍 出现的节奏真的会比较的慢 大家也要理解一下 两边的打野都是围绕自己的 优势路去打 哎呦 我们能想到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吗 你说这个防御塔再怎么加强 感觉大家还是对他欲望很浓厚 他这个防御塔加强有一点 你知道吗 就是我换线过来了 然后你不换对吧 你不可能啊 我就四个人拆 那你唯一能做的也是四个人拆啊 只不过我们拆的时间 现在可能要比速度了 因为有防御塔一选 其实我回背了一下 从英雄联盟这个游戏到现在 感觉防御塔 防御塔才是被加强最多次的 感觉防御塔这个东西 自小加强了十几次了 是的 但是他删除了最早的一个召唤之技能 近身吗 不是啊 塔防 就在很早的版本有一个塔防这个技能 防御塔无敌 并且提高100%的攻速 他那个东西也没带啊 哦 那个时候WCG 那个时候还SE还没打到 WCG还有一场比赛 带塔防神奇翻盘 你知道吗 就别人去分带了 因为塔防那个是什么防御塔无敌 而且加100%攻速什么的 感觉这个东西 防御塔再加强好像 还是抵挡不了大家对他的热情 你恒了心你要拆了 我再加上有什么用啊对吧 要不就直接弄这无敌的 用什么无敌的过分了吧 你想想看一开始防御塔无敌的 前十分钟无敌啊 前十分钟无敌啊 那我觉得这个战术的可选择性又变少了 对不对 对线嘛 大家拼对线嘛 不要不要在意塔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嗯 对线的话前十分前十分钟也拆不掉 对吧 十分钟之后再拆 就硬来 反正你这个就硬来 那我冰线推进去怎么办啊 推进去我不管啊 我就清兵压人不拆塔 防御塔打吗 打 防御塔当然打 很狠的打 那冰呢冰打防御塔吗 不打 不打 要不是追着我走啊 对这种这种改动 这种改动我告诉你 就会出现这种无敌推线英雄 不是防御塔直接9999这点方 打是可以打但是不掉血 就无敌防御塔 就永远无敌 可以可以 幻线局确实挺尴尬的 前十分钟没什么好说的 前十分钟说我们的幻线推了个塔 这边拿了个龙 这边做了个岩石 单几这帮岩石做的好早啊 现在零赛我们知道 一般都是先做提亚马特的 对吧 那是提亚马特先做出来先刷 好两边现在有点不能人 一边选择直接打二塔 狂拆 来这边我们看到老贼这种世界很好 你顶着盾来我都不A你 哇这边拆的还挺快的 二塔已经刀不住了 哎呦赶紧走 你走在剩那两下 哎说实话这一波我觉得还挺挺爽的 对吧波比一直在那边吃惊艳 两边 两边 感觉反不了了 换了一波之后 哎呦直接惩戒掉 对 现在危机的上野倒是领先一些刀 雷克他这里拆了很多 打野第一天做掩石我觉得这个局势就 我做掩石的目的是为了不想和你打 对还是防守为主 看下脚小龙吧 下脚小龙毕竟是火龙 我觉得两边应该要追索 哎老贼被留了 漂亮 两棒打下来 小五吃掉 哇这波小五虽然吃的很及时 但是有点挡不住 这边下来是一个隐身的感性 真眼有加速怎么就跑了 哇这波居然能跑 这卡古的作用体现了 哇这波小五的反应太快了 我根本没想到啊 这种好的操作是越来越常见了 对 那阿斯第二棒还在空中 小虎直接过去吃了老贼 然后闪现逃出范围 哇哦 这一波逃生很极限 实话这波可以了 这一波真的是危机 就为什么说他们 可能跟他们5G中后期 输一些比赛有关系吧 他们现在就开始做一些这种 更多的进攻了 你没觉得吗 这一波还是 还是费到了一个比赛 一个闪现加一个大招的 但是这种进攻 我觉得还是要多做 要尝试的嘛 嗯有机会 有便宜要占的 对 老贼这一波 啥能不死啊 装备也是 有后服吗 对又更新出来了 我也跟 艾卡在中路 刷的不可开交 艾卡那边补刀 需要压制一些 这个版本 骂扎还是比较 比较恶心的 比较强 哎推陷其实也挺快的 对 紫拉斯你用Q的话 其实你用Q这段时间 感觉吧 让他可以上来给你个技 而且很奇怪就是什么 你想 你的Q如果用来清兵 你就打不到我人 打我人你就清不了兵 就怎么选择都感觉有点难受 哦这里绝军 有点不服 过来拆我眼 哎还正把自己的眼保住了 可以 那眼可能会回去 那上路的话 龙龙这里可能会越打越舒服 对 对 对 你也不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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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亏的 虽然是损失了一条火龙 但是杀了两个人 拿了一个塔 可以接受 这一波主要是泽拉斯两号打空了 是的 要不然把这个九总收掉的话 哎 差一点 我刚才九总这里真的是 差一点点强位了 这一波我们也很敢打 没有想到九总跟蚂蚱直接闪现过来了 蚂蚱应该是闪现过来直接打了一个大嘴 对 然后逼连那次闪现进龙圈 对 把大嘴给摁掉了 现在的话两边突然一波快节奏之后 应该要刷一段时间 他维迹还是要在把节奏提速 你看这边直接三人 四人来到上路 这一波要拿二塔吗 你能拼啊 至少野区自愿已经扫空了 这个时候逼着你过来防守 你看这边已经来了 双双贼和塔姆这两个点来到了上路 这边就是逼一下 然后就撤 也不推 这一波给你个牵扯啊 就老鼠现在很尴尬 就不能去发育 下路这个兵线再往回走 这一波我觉得威胁他玩兵线啊 现在老贼这个局面的话 有两个人头 但现在没有特别好的兵线可以收 是的 下路这波线反而要给安德烈斯蓄一大口 是的 那OMG看起来要打一下下路前锋吗 哎呦 这个龙 这 这波要给龙哥 龙哥地位还是可以的 龙哥地位还是可以的 对 这波很大一波线的 龙哥地位可以 而且龙哥这个出了铁亚马克嘛 他也控不了这波线对吧 对 硬推了 这波线有点有点爽 这一盘龙哥确实还蛮关键的 反正打到后期的话要靠龙哥这个聚模的 龙哥这个聚模不费 哎呦 现在还显衡飞到哪儿 再打野过来西洋包 但是毕竟太明显 哎 我发现现在英雄联盟里面传送的技能越来越多 哎 刚塔姆完了就来了个瑞姿 这两个点就有点意思 丹地是抓了个泰密 抢了个红 但是能全身而退吗 好像对面全在包他 哎呦 就Q 这一波都得队友过来 哎 还行 人数没给到 波比过来 波比比中也没比中到 应该收掉 不追了 后面支援来了 对 现在一切就是给斯马尔雷去拖发育 你看这个时候又去上路发育了 哎呦 我看两边这个进入还都很好 安德里斯这里 通常就没有 没有说走神 哎呦 老在这边直接开大刀吧 这波线清了 哎 这波清线应该让对方的调度没有来得及 这波现在被塔吃了 再清完这波石头人可以回家 这把两边反正都想好了 就往中后去拖嘛 谁怕谁 是吧 我个人感觉 哇 这身上好像中后去猛一点 中后去啊 我觉得 如醋率高一点感觉 就从AD的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可能 作用在团战里口好打一点 因为我感觉那个有蚂蚱有波比的阵容 如醋率好像要高那么一些 是的 但是其实在团战里面 你会发现老鼠和大刀有点像 老鼠只要一开大刀 阿刀炮就开始往头上轰了 其实两边ADC这盘 都是靶子嘛 都是靶子嘛 但是蚂蚱跟波比又感觉比较稳 是的 而威蚱这里龙哥的发育必须要好 他这盘还得出个水银 这很尴尬 有的时候我们看蚂蚱他的阵容就是 对面三个水银 所以这盘龙哥得吃比较多的资源 是的 要不然没钱出啊 又是肉桩又是水银 而且真的你其实不用特别担心 你的后排被这个蚂蚱打到 对吧 这两个后排都属于手很长的 蚂蚱一般都是打前排的 一般都是打前排的 能打到谁打谁 不会是强求去打谁 是的 我能秒谁秒谁 老贼这边黄叉也是做出来 现在第三条小龙还有一分半 丹尼这个位置好像被眼看到了 丹尼这盘的出装好团队啊 你很久没有看到雷克赛这样出了 他就有三速鞋眼时 然后出两个看阿之星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般现在雷克赛 基本上都是那种很独流的刷法嘛 对 丹尔马特就刷起来了 确实刷起来 确实刷起来比较有用 挺厉害的 这盘丹尼打得非常的团队 现在两边已经在小龙处开始布下视野了 下波小龙团 看哪边比较有优势吧 好像也都差不多 打电奥尼这一波小龙团还挺厉害的 其实 现在两边前十几分钟打的比较的 平静 发育嘛各方面都差不多 阵容也差不多 就看哪边资源能掠夺的更多一点 本来看着就很激烈 刚才那一波小龙确实打得比较不错 但现在小龙又要抓了 哎 下个龙怎么裸 没注意看一下也知道了 哎 来了 蛤蟆又带节奏 漂亮 蛤蟆这个大招配合九筒直接打掉 杜拉斯的闪现和击方 对 这里爱抗击不敢交技能了 哎 别说小五今天这两个大招开得不错 对 这里的话把侯爷的闪现逼出来 看对这这波小龙团有没有报告 又是火龙啊 今天这个龙刷得给面子 一条水两条火 直接开打 哇飞机就放了 这么果断 飞机太过了 这波真的是 放的太果断了 完全没有想到 小小火龙 就侯爷这边交过闪现之后 就直接放了 可以可以 一点点不舍都没有 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我的 对 那这样的话两边地狱刷 感觉对于G3来说 就是除了我的防御塔以外 这个任何东西都可以给你 没有关系 这波炸 这波炸 这泽拉斯这种英雄真的蛮独流的感觉 拿出来就感觉这个比赛 比较后期 所以说还要看那个版本吗 上路龙女打鳄鱼 中路极格斯打 和拉斯 那个才是真的独流版本好吗 感觉还是S3版本比较好看 S3真的好看 S3有什么狐狸乐富兰这种东西 S3的时候是中路狐狸乐富兰 打野黄子芒僧 对吧 黄子芒僧位 不进攻就死那招 感觉要加钱一波刺客啊 不加强刺客的话 现在这种独流英雄太多了 我觉得他应该是平衡每个英雄的特点 你觉得呢 但是现在刺客没特点啊 刺客上来就是被摁死了 没有优势就等着输 现在骂啥这种英雄真的太独流了 拿出来中路跟防御塔一样 打不死我 我还能扣你 打到了第19分钟 我意见是2比2 将比赛你觉得应该这段时间 我觉得35分钟左右吧 35分钟起 有点有点自信 有可能会拖到很后面 因为我记得上周那个OMG打完 这不就拖到五六十分钟了吗 老贼都把鞋卖了 说实话还第一次见老贼把鞋卖了赢 真的以前解说这个老贼的比赛都是六十分 基本上把鞋卖了以后 就突然被扒得大到就没了 就每次解说老贼比赛就很害怕他卖鞋 上周的话我记得好像是卖了鞋出了个春哥 对吧 然后就又赢了 是的 但是说实话 孙春哥借酒那种孙春哥也没用 好 回来就没死蛋了 对 回来以后也是等死啊 其实队友都差不多了 对 那NC孙春哥的不多 这边 蓝buff也是没有抢神功 上路龙哥那边等级倒是一直很低啊 有 不过比这个被动现在加强之后感觉缝隙好猛 对的 他那个盾主要等你一起来 他的盾很厚 跟你的消耗上就完全可以占到便宜 就来 我闹过这边 我逼你大招嘛 刚刚完了我就走 西洋打得很聪明啊 这波把这个巨魔搞得很很难受 巨魔下一件是个冰拳 这两边的装备也都更新的差不多了 大嘴还差一件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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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得远 三件套起兄弟 你怎么说话这么不讨喜啊 差不多了给大家一些希望嘛 说事实就是不讨喜的表现 但基本上来讲需要三件套 现在你们发现三件套是就很巅峰 对吧 大嘴这边飓风也有了 给大家一些希望 那你两队粉丝 包括老跟店的粉丝 现在都每一分每一秒 觉得这个比赛都很重要好吧 还好吧现在应该挺放松的 两边都在刷 就看哪边犯犯失误 现在的话基本要打到 打到可能这个远古龙大龙了 这十分钟之内可能还是比较的偏刷 你想想看 一条火龙 而且还是自己的第二条火龙 就直接让了 都没有激起危机的战斗欲望 你跟我说怎么这个那个不可能 你这肯定是奥本 哦呦呦呦龙哥 很凶 强势拆演 现在你说这种弹幕会不会已经讨论起大嘴跟老鼠后期单挑谁厉害 这种问题了 应该会有吧 反正这种时候弹幕应该也挺无聊的 战一颗节奏 正在谁厉害 然后就开始各种假射 假射一下 然后就有人站出来 后期肯定维人最猛 操作难 操作极限比较的高 但是说实话 我们看过很多次那种 维人在后期被大嘴和老鼠 真的没用 两三下就给射死了 后期还是要靠手长火天下 感觉这个版本主流AD里面大嘴还是比较凶的 是的 他主要 两三下暴击 你这个AD就没了 谁要飞一下谁要飞一下说清楚 刚才谁夕阳的一波指挥看看谁要飞 夕阳夕阳要飞一下 大家好像飞不起来啊 飞了呀来了来了呀 杀龙要杀龙 可以可以可以 哦呦这里龙哥被吃了 补回来 龙哥应该住远了 可以 西洋这波指挥 西洋这波指挥 怎么说 博德勒反航彩 但是这边想打龙也得想多了 现在打不动啊 这个赤柔 哎呦黄远真的打的 就是相对于危机来说更主动于 对 他们有先手啊 但是小五 不得不提的是 今天这一场三个大招 开的都有水平 是的 我们看到很多塔姆 大招能 就是对敌方造成威胁的 其实挺难的 这边直接瞄准老贼 第三棒直接吃进来 哎 这里老贼 享受到水标的待遇 哦大招直接要开了 哎 说明你就是小个巨魔呢 你怎么开啊 龙哥可能要TP 我们看有没有眼位啊 有前面有一个眼位 合到有眼位 但是龙哥TP下来是没有大招的 估计会顺逃 对方人有点多 先把这个眼拆了 哦你很聪明 这波转为小龙 老贼直接开龙啊 这一点变合不给啊 哦这一波奇爱龙哥们 有什么技能 好像技能都比较全 威胁现在有点懵 什么他们打龙了 停去吧 这一波两边要打起来了 一个大招 这谁飞一个布龙 哎呀巨魔下来了 一个柱子 丹尼接被秒 龙哥这边也是被打中 没用啊他没大招 老贼还行 吃进去了 一个一闪 打两个人 哎这边大招好了 这一波可以撤了 这里还有大嘴跟后爷的输出比较给力 哎呀马下哈闪现上强 两边打上这一波一换一 哎说实话这一波一换一 还是这个虚弱给的好 直接套了虚弱以后 老贼最最猛的一波没打出来 拿着的话 威胁赶紧过来推塔啊 弥补一下小王的损失 但是这一波 其实并不代表着什么 特别的防御塔之后 两边的经济再一次的持平 还是要后拖 反正远古龙之前 两条大龙之前这场比赛 肯定还是要打得比较的胶着的 嗯上一波 我们看到安德里斯的补刀 呃不不不不 对 打了三千 安德里斯最近真的状态可以的 状态很好 对 现在安德里斯呀 包括小萱 是在你确实成长很快 这一波我们看到他一直在后面A啊 好 对 你这边去刷 刚才丹妮是直接被秒了 对方第一波火力直接是秒准了这个雷赛 不过雷赛这个装备也是挨打的 没有任何的输出装 这儿 求你打我 你不打我装备的 效果都不知道怎么体现 完全体现不出来 是的 你只要放过我的VIVI就可以了 哇 这里侯爷的帽子是有了 啊还有一件 还有一件 还有个法穿 对要法穿的这一场 这一场要是要点穿透装 这一盘感觉要看小五跟绝绝带节奏了 这一盘感觉要看小五跟绝绝带节奏了 其他人好像带不起来 呃 放野整个十个英雄好像只有他们俩能带一下节奏 其他人的话都是防御型的英雄 搞谁啊搞谁啊 西洋和指挥可以啊很通俗易懂 这个人搞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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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飞他飞他飞他 要搞Danny吗不好搞啊 重点就是有两个目标 然后两个动作 目标就是这个人和那个人 动作就是搞他和飞他 这样很暴露自己的战术意图的啊 你不觉得吗 还好我们选择隔音做的还可以 可以可以 只要对方也很慌不知道要搞谁 五个人头上都冒问号 搞我吗 黑人问号 对 老贼里面拿个红 老贼还要做自己的暴击装 老贼发育不错的 就是这种局其实你看像硬破前两场 我觉得他应该挺喜欢的 对嘛好好让我发育嘛 你上一场偷偷打到尾 对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里 波比一个人下路进行去带线 反正小五就跟着老贼 对 其他人在干嘛干嘛 就是谁对老贼有危险 我就把老贼吃进来 哎老贼隐身 哇杀巨魔吧 别吓了算了 打三郎好不好 看了一眼好像没有特别好的目标 有危险 有危险破洞了 有危险破洞了 破洞已经打掉了 虚弱挂上 那这波的话 跑不了了 他被带走了 来扰了个急跑 大龙有没有危险 好像没什么想法 如果危险 在这种局面上直接开龙的话 这一波打龙说实话有点危险 这些老贼叔叔不是盖的 而且还有一点 波比真的打 真的打 兄弟波比下路要攻光了感觉 波比要传了这一波 这一波看老贼跟波比的 一个前排一个后排伸出 这一波就是逼你传的 你还先传 龙哥这里先逼一波 那危机这边转头来打个龙 拼了 不管了 老鼠去中路了 我看老鼠这边有大招的 这一波要来 哇这五个人 这一个大招要炸一下 感觉最大的危机很危险 血脚很残 脚断已经传了 而这个人打得很慢 西洋大招要吹大点 大点被吹飞了 4500的血量 大点尖被秒 好 这边要尖盘 大点被秒之后 关键 好多 这个赛过来 没有抢到这条大招 只能闪现跑步 爱女生危机 到底是稳还是不稳啊 没有稳住啊 他们打这个龙说实话 打得不快啊 这波说实话有点危险 打这个龙 胆子有点大 他们决定 被他人做下一个了 这一波 这波打龙真的 胆子也太大了 就填死一个汗 打不动 主要西洋这个大招大的 把单子蝶吹飞了 这边蝶闪现晕 然后N4被秒 这个时候雷尔赛钻过来 哎呦 差一点 承接到了九总楼上 对 哇 那这样的话 欧王鸡 29分钟拿到了大龙 很关键 哈哈哈 不是吧 稳了25分钟 对 稳了25分钟 抓了一个中单 就要打大龙了 而且这一波你看 他还招掉什么技能啊 打野的闪剑 中单的闪剑 招了很多技能 那下一波马扎哈 就很大的发挥空间 我觉得 哇 我毕竟状态爆表啊 这波要上高了 呵呵 九总那边还有一闪你感情 九总有一闪 然后 这个马扎哈有闪R 好 回家也没上 再等一波 我等远古龙 哎 你看绝绝这个九总玩的 很灵活 灵活的胖子 嗯 大嘴这边三线套已经有了 老鼠也是一样 但是这个时间点 大嘴有点虚老鼠 这个装备下 老鼠找一个角度 老鼠找一个角度 可以秒大嘴的 大嘴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而且老鼠这边是暴击很强大的 对 这个暴击在这种 还战处处里面很关键的 哎 又吃了个波比过来 要带节奏 杀谁 没有闪心的猴脸吗 哇 毕童到了Dandy 毕童那是很肉啊 随飞了一个 打上这道Dandy 能不能秒掉 Dandy要被秒了 即便是一身肉弄的Dandy 也扛不住对方的肌肉 而且九总还有一闪 但是这边有点难上 小五的状态不是很好 哎 小五这一把这个蛤蟆真的可以啊 带节奏带着飞起 真的是带着飞起啊 小五这把可以 这里回头要打龙吗 一条风龙 风龙还是要了吧 对 现在也毕竟已经一条风龙了 现在两条风龙拖战以后已经做有点快 风龙这个加强喜蒙乐剑 再不加强的话真的没人要了 哎 两条风龙真的有点快了 好弹头还不错啊 看他远古龙了 两条风龙一条火龙一条水龙 挺不错的 威技 完全也不慌 威技现在有点懵啊 威技现在有点懵啊 主要是他们阵容拖下去真不一定能赢啊 对 前面说了奥迪克阵容他们中后期 更扎实一点容错率更高 而威技的话他们的双CV的输出其实并不稳定 这一盘的话 OMG在31分钟已经确立了一个不错的优势了 现在他们在等待 G2条大龙以及圆土龙的刷新 打了31分钟 大龙小龙 拿了一圈了 哎 龙哥 两个人能上龙哥吗 杀不掉 先留住 先留住再说 直接逼里一个闪可以了 哎 还要炸 哇 杀性好重啊 这个球局 真也要杀 哇 这龙哥真的是 哎呦 还有蛤蟆 哎 这把蛤蟆真的有点神奇啊 哎 突然从两个人变成五个人 怎么做到呢 因为蛤蟆带了一个 然后马俩还跑了过来 可以 这帮杀掉了一个前排 小五这个蛤蟆是个魔术师啊 大面火人 魔术5真的是 可以 哈哈哈 这把小五安倍屁啊感觉 哈哈哈 这把小五这几个大招放的真的是好 每次带个人过来 这一波不会上高了吧 我们看一下危机这里怎么少 少了一个很扎实的前排 马俩还有大招有闪现 这一波 侯爷这边得先清兵 对 侯爷先把兵清了再说 因为这一波是没有打过MUFF的 兵是扛不了多久的 对 不清兵的话有点危险 哎 这一个Q号子之后感觉到很奇怪了 小五直接上来点 大招砸一个 没打到 但是要上高 打不出 虎爷这边直接开大招了 虎爷这边直接开大招了 虎爷这边打招 虎爷这边打招全放完了 对 哎呀小五直接把四方再拖了进去 Icon也是忽度地挡了一下的 是的 这一波这一路没了 感觉自己开团 但是这波是来了 这波团队感觉 要出一下阵型 虎爷要出一下阵型 大队这边风光输出 季扬 大队给了挑战 你们老鼠叔也很强 老鼠叔在无解了 现在直接秒掉了 同样被秒 还是最好一块的那次 那次跑对方 要Q一波 Q到了 减速到完了 要被一波自杀了老鼠 要被一波了 突然间老贼一波自杀一波S 我完毕 要顺势拿下正常比赛的阵力了 现在要等一波兵了 33分钟 不等兵吗 不等了 不等 可以吧 虎爷爷就扛他 哎呦 你扶在三分之后 突然扶 大家好 我恭喜玩具 赢下的第一局